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婚多年 还有一个儿子已经十几岁了 吴奇莉的自保没有什么人相信 一个月后 吴奇莉生下了女儿吴卓林 卓在阅语里有拿捏的意思 林便是林凤娇 吴奇莉想用这个女儿逼成龙就范 后来所有人都看到了成龙并没有被拿捏住 遇到成龙以前 吴奇莉也不记得自己究竟谈过多少次恋爱 照过几个男朋友 1973年9月份 吴奇莉出生在香港一个单身家庭里 她没有爸爸 只有妈妈郑黎明 郑黎明是商人 经常往返于香港 深圳 广州等地 做房地产生意 有时气急败患 郑黎明对着吴奇莉吼叫 你幸亏是个女孩 你要是个男孩 我根本都不会把你生下来 吴奇莉都不知道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 但她知道妈妈这样和那个傅星汉有关 郑黎明生一忙 请了个保姆 将吴奇莉扔在家里跟保姆生活 上学时的吴奇莉是老师眼中的头头学生 她学习成绩差不说 抽烟 打架 恋爱 无所不能 活脱脱一个小太妹 小太妹长到17岁 一场比赛让她的命运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1990年6月 香港第六届亚洲小姐学美比赛启动 吴奇莉也报了名 两个月比赛下来 经过层层筛选 吴奇莉夺得了比赛冠军 这一年她才17 光明灿烂的前途正在等着她 比赛结束之后 吴奇莉顺利签约亚氏 正式进入了演艺圈 在公司安排下 吴奇莉参演了中华英雄 胜者为王等几部影视剧 也是这一年她认识了圈内的第一个男朋友吕颂贤 吕颂贤比吴奇莉大七岁 他长得帅气 儒雅 连续几次合作 让吴奇莉对吕颂贤意见倾心 爱情的种子发芽了 从小到大自由惯了的吴奇莉 很快厌倦了剧组的生活 以前吴奇莉完全过着黑白颠倒的生活 没有人管她 也没有人敢管她 如今在剧组拍戏 有时一个动作要来回多次 每天到点要开工 有时要熬夜 剧还没拍完 吴奇莉就经常迟到早退 有时甚至躲在酒店睡觉 也不愿意来开工 公司管理层非常生气 刚出道的吴奇莉便被血藏 当时吕颂贤也是刚签约的新人 她可不敢向吴奇莉这么任性 没多久 恋情也是走到了尽头 那时 全香港都知道梅艳芳和林国斌在恋爱 然而那次吴奇莉在飞机上遇到林国斌 俩人越说越投机 竟在飞机上热问 梅艳芳和林国斌分手后和赵文卓恋爱 吴奇莉和赵文卓合作黄飞红星战 她天天把赵文卓挂在嘴边 说自己很崇拜她 要跟她学功夫 拍戏见信 吴奇莉和赵文卓单独约饭 俩人有说有笑 延然一对情侣 彼时梅艳芳在香港娱乐圈如日中天 吴奇莉两次作词的行为 让不少观众对她直之以鼻 不过吴奇莉根本不在意外界怎么评价 她很快又和叶玉清的侄子叶崇仁恋爱了 1999年2月份 成龙和舒奇合作的电影《玻璃尊》上映 上映前夕电影宣传会 业界各界同仁军道场祝贺 当天吴奇莉也在现场 她戴着眼镜 笑容大方 跟成龙合影 有记者发现 自从这次合影之后 成龙经常一个人跑到吴奇莉的住处找她 对于成龙的划心 业内人士早就见怪不怪 她和吴奇莉的恋情并没有引起什么水花 直到2001年11月 吴奇莉带着吴州林到上海顶居 成龙台第一次正式回应了私生女的事情 采访中 成龙神色自若 云淡风轻地表示 我只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把她错 有记者曝光没有工作的吴奇莉 一人带着女儿 日子并不好过 成龙回答说 如果一个女人收坏了我的孩子 她躲起来偷偷把孩子生下来 抚养长大 没有用孩子威胁我 我会很感激她 如果她想要用孩子来跟我要钱 我一分钱都不会给 话说到这份上 吴奇莉对成龙不再抱有任何希望 好在郑立明没有不管这个外孙女 吴卓琳在上海读昂贵的私立学校 都是依赖郑立明的资助 就在大众渐渐将成龙私生女这件事情淡忘的时候 吴奇莉和吴卓琳却频频上新闻 幼年时期的吴卓琳开朗爱笑 她也曾是个无忧无虑的孩子 但亲家庭长大的吴奇莉和母亲的关系非常疏远 童年在她心里留下了很大的阴影 加上在演艺圈这些年 真心实意愿意帮助她的人很少 读的是吃瓜看戏幸灾乐祸的人 这样吴奇莉对外界的戒备心更加严重 警察传唤吴奇莉 吴奇莉亲口承认自己打过吴卓琳 最严重的时候甚至用皮带抽她 吴奇莉奶奶的解释 我只是想让她听话 我不想她学坏 面对警察询问 吴奇莉也是第一次透露 她和吴奇莉在家里的真实生活 吴奇莉表示 妈妈的情绪一直非常不好 没有工作的她 经常一个人在家喝酒到深夜 喝多了吴奇莉就哭 骂 哭自己育人不熟 骂成龙那个负心汉 骂吴奇莉这个小没良心的 家庭生活让吴奇莉无法逃离 她只有伤害自己来发泄 小小年纪的吴奇莉 手臂上竟有三十多条疤痕 全都是自残留下来的 吴奇莉喊话后 成龙并没有马上回应 几天后 吴奇莉再次发视频解释 说很多人以为 她是想跟成龙要钱 其实不是 她只是想见她一面 想和她说说话 成龙终于回应了小龙女 她对媒体说 我也想管她呀 但是她有一个那样的妈 这样我怎么管 这些年吴奇莉早就不再演戏 但她经常上新闻头条 都是和吴奇莉的矛盾有关 母女俩都期望通过外界 来解决家庭内部的纠纷 吴卓琳曾多次对记者说 妈妈病了 她需要心理医生 吴奇莉并不承认 自己心里有问题 她说自己只是太爱女儿 希望她过得好 不要走自己的老路 也经常有新闻爆出 成龙拿了几百万 几千万等不同数目的生活费 给吴奇莉母女 吴奇莉也经常辟谣 表示自己没收到过这些钱 5月21日深夜 吴奇莉再次在网上发文痛斥成龙 吴奇莉首先承认了自己当年的错误 说自己当时确实有野心 不过她还说 我的任性我负责 女儿是无辜的 哪个母亲不希望女儿得到尊重 可是这些年 女儿承受了太多伤害 对她的成长非常不好 吴奇莉希望某些巨星 不要再发新闻 说给了多少钱 给母女俩 她只希望女儿能安稳生活 不要再受这些事情的影响 人非甚先 孰能无过 年轻难免犯错 年轻也最不怕犯错 因为还有大把时间可以改成错误 重新开始 走入一条错的道路 及时转身 才能将错误的伤害性降到最低 人生许多时候 并不是只有一个选择 尤其已经做错了的时候 及时止损 才不至于越陷越深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娱乐明星 敬请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